把人带上来 来了 来了 我们的人呢 都来了 马上就到 好 那你们的人呢 全都来了 都来投降打人 好 我说来人呢 给我拉出去砍了 走 别动 大人 那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 您不是说我把那个太监交给您 那就行了吗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拿了银子你还想活呀 拉出去砍了 大人 大人 饶命了 饶命了大人 传我的军令 随本将军 交匪 老爷 刘大人在里头呢 这土匪恨起来 还不把他们全宰了 迫不得已 只有痛脚了 刘大人如果被害 那也是无可奈何 对 土匪坏事 也怪不得老爷 刘大人如果训国了 记住了 你我得出钱得好好的给刘大人修个祠堂 这 准备 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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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箭 快放箭 他哪儿这个 土匪坑 想害死我呀 快放箭 哎呦 刘大人 他他他真是了呀 走 放箭 我怎么办哪 我想想办法 走 往那边去 走 还快跑啊 走 子大人 子大人 你干什么 你想把我们家老爷杀死吗 刘夫夫人 君阵危险 勤务站在前列 土匪凶性大发 只有痛脚了 福大人 他们要是再射箭 你就射死我吧 刘夫人 你是不知道 这群土匪又奸又黄 拿了银子还不放人 你不痛脚他们 他们不知道厉害 好好好 你射吧 你射死他 回到京城 我就说你射死一个 逼死一个 刘夫人 你这我我是不忍心跟你说呀 你跟我说什么 刘夫人 今天我已经杀了几个土匪头子 你可知道 我不知道 刘大人 可能已经行过了 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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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进去救你 心灵了 二福子公公让你受惊了 傅大人你差点没害死我 容兄弟日后给你陪伴 傅大人你过来看看 奴才傅康叩剑大清国列祖列宗 刘大人可真是忠心可嘉 傅大人 这剑是你射的 不是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 对啊这剑可是你射的 你这不是当面撒谎吗这不是 我既无功又无剑怎么可能是我射的呢 当然是傅大人你射的 傅大人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 如果我到皇上面前说 傅大人一剑射中了大清列祖列宗的牌位 那傅大人你处心积虑爬上了这么高的官位 而且剧脸的万贯家产可就全都化为无有了 我说来人哪 白酒设宴 给刘大人和二福子公公押金 把银车拖出来带回去 把收乡的土匪一概赶头 给刘大人出气 慢 直立总督来了没有 下官在 您据为匪是你们地方官智里不利所致 把他们全都赦免了 皇上送来的这些钱本来就是用来镇计直立灾情的 你把它全部买成道主 鼓语一道立即发送给大家耕田种地 你要打一点歪主意 皇上可饶不了你啊 傅大人 你以为如何呀 那是皇上自己的银子 是吗 那当然 哎呀 各位各位 这是皇上用自己的银子来挣去直立的灾情 皇上真是正军啊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要万岁万万岁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土匪收了银子还起内讧 他们的统领都遏制不住 眼看刘统勋的性命 在骚乱之中就十分危急 土匪要了银子还起内讧啊 皇上且听奴才说完 这些土匪贪得无厌 收了十万两银子 尚不满足 还想再要 奴才一看 那再要没有了 于是 奴才痛下杀手 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奴才调集了五千弓箭手 与土匪对射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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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亲茂见识 站在第一线指挥 说是吃那时快 有好几支剑 就射在了奴才的靴子上 奴才拔剑高呼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又不在 你喊什么 皇上虽然没在 可是奴才是皇上钦点的大将 等于替皇上出政 要不给他们显示一点皇家的威严 朕舍不住这些凉梁小丑 果然大喊之后 士兵们意气风发 土匪温风丧胆 是举械投降 皇上 这一仗没有奴才的功劳 主要是靠皇上的天威才打赢的 胡说八道 你不射箭 土匪能投降啊 那这五千个人去打人家两百个人 有打不赢的 什么天威 拍马屁 以后碰上打仗了 派你去镇前扯着嗓子喊两声 万岁万万岁 这仗就打赢了 总之吧 敌军闻风丧胆 我军高产凯歌 这场仗没有皇上是打不赢的 我就是忠心急于表露在外 自己控制都有点控制不住 冯航 朕问你一句话 你可得老实回答 这 刘统勋没有放出来 你派兵围剿 岂不是要了他的命 这个 这个奴才就让他们射了一波剑 主要是起震慑敌军的作用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也不再问你了 朕要问你 朕的十万两银子哪儿去了 皇上 这不关奴才的事 是刘统勋他 是你带兵护送朕的银梁 手中有兵有将 连这点银子你都看不住 刘统勋要拿朕的银子做人情 赞给直立的百姓花 朕就不说什么了 你呢 明明知道这是朕的私房钱 却不好好看护 皇上 那就是皇上的一条看家狗 替皇上看好这十万两银子 可是刘统勋他 霸臣是让刘统勋抓住小辫子了吧 没有 奴才糊涂 奴才糊涂 好了 好了 别哭了 这不是见到朕了吗 皇上是奴才的再生父母 没有皇上奴才就死得更惨了 行了行了 你来得正好 朕问你 朕那十万两银子 刘统勋要发给直立百姓的时候 福康是怎么说的 让奴才好好想想 福大人说了 这是皇上的私房钱 李老师说 是不是福康让刘统勋抓住了小辫子 怎么敢胡乱答应 没有 刘统勋真是太可恶了 朕好心好意要救他 他却如此遭他朕的银子 降纸 降不了纸 算了 你们俩都下去吧 这